秀林乡公所即日起到8月7号期间 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 在崇德村境内的清水断崖沿岸 举办德吉利黄金海岸生活节 也邀请大家一同前来同欢 2023黄金海岸生活节 欢迎来秀林 美丽的秀林欢迎大家一起来 现在大家都变成仙女了 哇人间仙境的秀林 秀林乡代理厢长王远安表示 欢迎为全国光河大臣 而本乡崇德村 位居于南北往下花莲第一个交通要道 一旁邻近美丽的清水断崖 以及太平洋的海牙景色交接 拥有着天然独厚的优势地理环境 吸引更多观光产业在地发展 如独木舟露营区 再加上既有的太陆格族群 定制渔场文化 丰富多元的观光因子 势必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探索 我们主办客室还规划了打卡领汤位消费抵用件 给那个可以在我们各汤位消费的各位游客 以及各位乡亲 另外还规划了我们进一趟的活动 以及在七位活动完成任务的 都可以去规划一个精美的宣导礼品 今天的活动在波洛市集的部分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的帐篷 总共有30个汤位 而且也安排了36场次的表演节目 一定能够给予大家的满意 也希望说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提升我们崇德村的知名度 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踩点 提升我们部落的产业经济 这次活动新光主题四集结合在地本县商家进驻 主要是以文创以及美食两大类为主题 有的人体验文青创作等 总计30多摊多样化的商品 可供大家逛好逛蛮 记得终于全新闻为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